这个空调是个旧空调 用户自己拆的里边的服务全放霉了 对于这种情况 抽真空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 因为这个管道里边都有杂质了 你抽真空是抽不出来的 全是灰尘的 然后咱们现在最好是用冷媒给它吹一下 这种效果会比较理想 怎么吹呢 把内机连接好以后 先把外机的粗管连接上 拧紧全部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拧上加幅管 拧上加幅管以后 这样打开制冷剂 制冷剂分两路 一路从粗管进内机 然后从这个细管回来到这个地方 一路从脚发进外机片 在外机循环一圈以后 从细管的脚发出来 这样内外机都同时进行清理 而且还达到了排空的效果 像22的冷媒 效果会很好的 杂质油泥全部都能吹出来 现在咱们就打开制冷剂 给它拍一下 先用手堵住 让压力升高 等升到一定压力以后 一松手 吸压特别干 油都刺出来了 这个管也是要出气的 这样两头排空 排完以后把细管拧紧就可以了 这样内外机 连脚阀都特别干净 不容易脏堵 也不容易油堵 油和脏东西全部排出来了 这样打开浮屏 直接加浮就可以了 等加到平衡压力 然后把空调打到制冷 外里加冷媒 直接加到额定压力 四个压左右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进攻条 安装清洗排空的方法 看不看懂 就是这么简单 可以说比除蒸空效果都好 现在往里加气体 一会儿就到平衡压了 到平衡压就可以开机往里加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